今天呢,咱们来做一个房子的二次验收 上一次发现了一些问题 咱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进度 刚才呢,已经全都验收完了 之后呢,我又跑出来重新拍的这个视频 首先呢,就是这个门下面这个密封条 然后它有一些掉了 然后他们已经给换了一个新的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左手边的这个卧室 咱们墙上的那种划痕它就不说了 它基本上已经全部都修复了 至少我做记录的几个 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 然后等你搬了家之后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他们会随时来修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冰箱 上一次来的时候 这个冰箱就是靠外一点的 然后现在呢,他们已经完全的装进去了 然后并且开关都没有问题 通向这个车库的 这个密封条基本上一楼的全部都换了 现在全都是新的 然后这个车库呢,它是一个三车位的 然后这里是两个车位 这里还有一个额外的车位啊 OK,咱们现在到的位置是它这个大客厅 微波炉,出油烟机,灶台 然后洗碗机 这个是烤箱,两个烤箱啊 就是美国人就是烤面包跟烤肉它是分开的 就跟咱中国那个蒸馒头和炖肉是两个锅一个道别 然后这个是大客厅 外面就是你这个超级大的院子 后面是没有遮挡的 然后上次来看的时候就是上面这个灯 然后有油漆 然后现在已经清掉了 然后这个是一楼的这个pantry 我们叫储物间啊 然后上一次这些木头呢 中间都是有份的 这次呢就是全部都以前修火了 这个都已经检查过了 然后厨房的这个灶台下面这个抽屉 上一次关不是很顺 这次已经好了 这些电器都试过了 然后你这个房子呢 因为大 所以它是有两个空调外挂机的 都是在外面 然后整个房子是有三个空调的控制器 全部都是智能的 可以用手机控制 两个外挂机在外面 然后现在呢 咱再往楼上走 上楼去看一看啊 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比很多房子一楼的主客厅都大 然后外面是别的房子 然后上一次这个衣橱的门不直 然后你看现在也全部都已经修好了 而且呢全部都贴边了 然后这个玻璃上有一个问题 他们今天会处理 接下来咱们再看这个宿窝的洗手间 所有的问题都已经修复了 包括各种发痕 这里呢是洗衣房 然后柜门关的不是很顺呢 什么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然后这个控干机这个粘锁啊 上一次它是太靠墙了 然后呢 所以检查出来了 让他们换了一个 然后现在跟墙都是有距离了 都达到这个标准了 这个就是咱的这个主卧 然后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这个镜子上一次是 上一次是有划痕 现在它给你整个换一个大的镜子 然后这个浴缸有划痕 现在它正在修复 这个人很专业 他说修复回来 就是会完美无缺 这个是衣橱 很大 整个房子呢 咱们都已经做完了 所有的工作呢 今天都会完工 然后咱明天就可以拿钥匙了 看风调控制器一楼还有 OK 那咱们就看完了